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肥 布文 胆 两只马 贴中了 连赢 但那只是10号仔 看一条片大家知道我说什么 上一条片阿肥是7号11号 然后是10号武林之尊 武林之尊就跑第四 激死气 而如果跑到三甲就肯定很好分 今次专攻第一场有事来了 事不宜迟 螢光莫可见第一场五班千八美赛事 起不今日跑道 事间三难 今次是千八美赛事 基本上直路要快放 因为去到千二米 转弯那一下卡住了 因为比较窄困 所以快放马肯定有优势 基于这个原因 然后再看一件事 就是那个是莲马斯近期莲马房 哪个最厉害 就发觉谷彩来说 高东尼升了上来 跑第一位 然后呂健威坊间拍 然后罗富泉三个马房 排三位 好了 看回到下边 基本上就是何良 苗里德 高帕森这些 就是比较差一点 最紧要看上边的几个马房 基于近期 呂健威就是第二位为主导 所以看回今天 1号 龙船法 肯定要先 因为呂健威配何侄瑶 基本上何侄瑶 在谷彩来说 都比较厉害 加上今次 一只马匹是降班马落 所以在五班赛事 肯定有优势 上一个赛日 快步速马匹来的一只马匹 然后在前草 基本上 全部都是在前草 今次转过来谷彩 非常信心才挑战谷彩 加上今次是降班马 所以1号 龙船法必须先挑战 好了 第二只推荐给大家 同样就是5号 赤子虹心 最主要原因是 方家柏已经是三大竞争马房 今次 方家柏不配搭 呂健威 不配搭何侄瑶 情况下 直接拿了报名 报名近期 一二场比较去马劲 上一次 纯粹跌马 荡马那一刻 幸好拆出了少少少 不是非常之大意外 所以今次同样 5号赤子虹心 看到了 6个空架资料 6个格 最多4个格 而且 近期9月份 1分49秒92 是鹿艺 拿来做参照物的时间 所以灰了那些 就是做不到1分50秒之内的马区 所以阿斐不会要其他马区 1号5号 拿了之后 第三只推荐给大家 2号的无敌精英 还是3号的亚洲力量 因为很明显 很多次阿斐发觉 马会 如果两只热门马 入到来的情况下 第三只马跑入三甲 肯定是一只冷一点的马区 所以2号的无敌精英 我阿斐 今次不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首先 它是不排列马房 在跑谷出来说 也不是4甲内的练马房 比较好一点 另外 看起来预出跑法 因为这个纯粹是电脑 AI战能 统计上一次 所有的马房的刹剧指示 所以得出来的就是 3号的亚洲力量 和1号的龙船快 肯定是领放的 因为今次 1800米 起点 然后很快便 转弯1200米 所以 1号的龙船快 和3号的亚洲力量 肯定是快放有优势 所以今次第三只推荐给大家 阿斐 就是要3号的亚洲力量 多个2号的无敌精英 因为底薄的情况下 你发觉 2号的无敌精英 近期 潘顿的情况下 因为都不是潘顿的情况下 都已经是3.2倍 是比较热门的 所以 最余剩下 就是阿斐 推荐3号的亚洲力量 多个2号的无敌精英 但今次阿斐 想要1号的无敌精英 就是作为 4年环 基本上5班赛事 不可能不要潘顿 潘顿基本上 跑过更加小 多个机会大 因为近期的马匹 看回近这几次了 跑1600米 情况下 一次冠军 然后亚军 是比较劲的 到1800米 那时 120月磅 情况下 马匹最后跑出来 成绩1.50秒多 那次是7档 今次是5档 加上今次负绑重一点 加上这次马匹 那个叫做 预出跑法 你发觉 无敌精英 然后跟着马匹 都是快放为主 所以今次阿斐 相信 这个赛事 就是预测跑法 首先 选择了的 就是3号 亚洲力量 1号龙船快 5号尺尺 红心 最后第4只 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2号 无敌精英 说完第一场 阿斐 第二场 有心水 推荐给大家 由于同样看 那个就是 预测跑法 预测跑法 今次是长途赛事 中间圈了位置 2200米赛事 很快就转弯 所以转弯 又是直冲两次 直冲两次 几次急弯 所以今次 内能肯定有优劲 情况下 阿斐同样看 就是预测跑法 发觉 1号是柏林探哥 然后7号 露露城 基本上是快放出来了 所以今次同样 1号和7号 阿斐先选了 因为刚才阿斐说明了 今次谷草来说 高东尼马房 已经升了第一位 所以 2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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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 上次报名跑了 阿斐步速 那次跑了2千米 赛事 今次同样2千米 2千米 赛事 2千米 高东尼马房 肯定要马房更加好 所以今次强配 高东尼马房 配报名 所以1号 柏林探哥 吉桑的预出爆发 是领防 所以1号肯定要 1号肯定要 因为8只马 西选4只马 同样 最眼光 和7号的露露城 阿斐最后推荐给大家 就是2号的露露城 因为快放的原因 最后 2千米赛事 快放肯定要转弯 所以快放肯定有优势 所以今次推荐给大家 1号和7号 露城 阿斐比较稳 稳担 首先 1号和1号 1号 1号 3号 5号 也是 2号 1号 2号 1号 1号 2号 1号 1号 2号 3号亚洲力量5号赤子红心 拖落第2场1号柏林探哥和7号陆露省 如果大家喜欢中老TV亚斐 中国第一场环节 记得订阅频道 之前的一下 好 圣诞战快乐 是这样 拜拜